小女孩正在上课 旁边的男生却想戏弄他一下 看着女孩的双马尾 男孩伸手就去抓 结果一现让他好吐了皮了 女孩发方思地扑向男生 老师想阻止 却被女孩挠了一下 另外一个男孩想为朋友报仇 结果也被挠了一下 没过多久 被挠的男孩在操场上疯狂地袭击其他同学 一个老师想去阻止 却当场领了盒饭 门卫健壮 起码把事情告诉了校长 可校长还以为 是孩子们的恶作剧闹得玩呢 刚出门 就被小丧尸们瓜分蚕食 这时 其他的老师也注意到外面的情况 一个老师去打电话报警 可信号突然断了 原来电话线被一个小丧尸扯坏了 老师们已经孤立无援 因为在上课之前 他们就把手机上交给了校长 老师们只能另寻出路 其中一个人想直接冲出去 结果当场嗝屁 其他的老师吓得赶紧躲进一间教室 就在他们商量对策的时候 体育老师突然发现 阿伟被感染了 于是他把阿伟隔离到另一间教室 这时 生物老师站了出来 经过他对小丧尸大脑的研究 发现里面除了酱胡子啥也没有 大人更不会对这种病毒感染 众人看向了阿伟 发现他确实没有被感染 一块被感染的肌肉 经过几道工序加工成鸡排 最终送到了小女孩的嘴里 这也直接导致学校里的学生 都变成了丧尸 幸存的老师逃到了外面 他们对着来接学生的家长大声呼救 可家长正在打电话 根本没人听到他们的呼喊 就在这时 一个丧尸跑上了车辆 女人也命丧于此 其他的老师急忙躲进会议室 这时一个女孩说自己也被感染了 女老师联盟安慰她说 没事没事问题不大 没事啊 然后把女孩关进了厕所 老师们一直等到晚上 也没有人来救援呢 突然一个小丧尸关闭了所有的店员 其他的丧尸趁机冲了进来 老师们急忙跑进一间锅炉房的 躲过一劫 在这里 他们找到一台收音机 报道整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 看来他们已经彻底是孤立无援了 正当其他人都陷入绝望的时候 阿伟突然想到 他们可以利用通风管道爬到办公室 拿到车钥匙开车逃离这里 说干就干 阿伟跟女教师成功拿到钥匙 可在他们准备往回走的时候 发现外面已经被丧尸包围 机智的女老师扔出一把安眠药 没过多久 丧尸们都睡着了 阿伟顺利和其他人会合 他们决定杀出重围 体育老师带头冲锋 丧尸见一个就反倒一个 武道老师也不甘示弱 手里的大铜锣用的是炉火纯青 但丧尸实在太多了 于是体育老师决定留下来断后 其他人则开车逃离了这里 他们行驶到一处小镇时 车没油了 此时 旁边的电视正在播报灾情 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丧尸病毒 就在他们讨论下一波该怎么办时 丧尸却早已经悄悄围了过来 老师们慌不择路地跑进一间小黑屋 他们打开灯光 结果发现这里是一处游乐园 这下完蛋了 就在这时一个身影走了进来 是体育老师 原来他还没死 体育老师让其他人赶紧上车 他自己在周围撒满汽油 然后潇洒地点了一根火柴 游乐园瞬间被大火吞噬 老师们则开车前往其他的地方 至于前路会有什么危险 相信体育老师在 一切都是小意思 所以说在学校里 你还得讨好体育老师 处好关系 好了 我是破局 喜欢的关个注 我们下期再见